挖個上去 你不能上去嗎 挖個上去 那你等到明書嗎 很簡單 不定就不難 不過你要曉得 第六項有什麼樣子的意義 因為那個密碼 是很難考得過 叫做快 任何東西 到了高昂的地步 它是個不及地板 它就走上命來 你不能上去 那挖掛的六個命碼 因為它是合約了 所以我們都懶得住 大家講 挖掛的第一個命碼 是什麼 比如說 你一轉 就是你一腳上 還要轉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回事 第二個就是不習 不要學一些 不好的習近 保持你原來的 那種很承認的 一個態度 第三個就是 寒淡 你面對於有學會 你一定要小心 注意內臟人 永遠是靠走外站的 到上去就是 瓜王 從這時候你知道 你的頻道啊 人家的地域跟你哪邊啊 你嘴巴越來越來越緊 人家跟他講話 人家還可以鬧案一段啊 你到了這個地步 還在講話的時候 沒人會給你 然後就黃潘 到了黃潘 你不要鬆了 有适可而止了 所以在上去就是隆盪 那由此呢 我們就 想到 錢也好 坤也好 它都有自己 大家一把他意見 你也想知道嗎 而前一句裡面 是不是就是平常之間呢 然後 圓.. 我相信,元恒立尊在當時是非常通俗的用意,要不要說不用不用跟堅塞的,是吧? 沒什麼用,說文王當年會去寫畫詞、寫謠詞,他的用意就是要補習,要讓大家支持那種道理, 換下道理去不用跟堅塞,他就怎麼愉快?所以他會很避免用那種堅塞長種的字, 可是元恒立尊在當時是很通俗,是因為元恒立尊在當時是很通俗,是因為元恒立尊在當時是很通俗, 但我這也是一個完整的把他答復,原恒立尊在當時就是元恒立尊在當時的, 這是元恒立尊在當時的那個,原恒、原恒、原恒、等同俗的閒地,叫原恒盛奏, 這是人造出來的,就是知道他這樣,就是元恒典身,都沒有四處的,就是元恒之地青尊在當時的人, 另外我們到任何一個地方去,不要那個廟室更住的,還是就開外延, 所以要拋棄到拋棄,原定是拋棄的一支,任何是硬是在拋棄,所以要拋棄的拋棄。 我再问你为什么拋棄一定会不错,我就回到我们讲,有为什么拋棄不一支很重? 好不容易把这一拋棄完的三军就到了一个五军,把电视运动都好好的,成效就是地盘交易。 所以说原要分,就必须要把原做得很好,叫做副本而言。 为什么拋棄你拋棄一种事情都有条件,不是六条件? 昨天是美国的Independence Day,我去了GC,然后呢,参加,去观看这个, 游行,去的时间刚刚好,然后呢,从那个拋棄位置也比较好,就做一个录像。 整个呢,那个录像呢,从开始的摩托车,开路,然后是军人,这个简短的,很短小的军人铺骨骑, 然后有一个列队,一个方队,几乎绵绵绵都一样。 后面呢,这个排序,与游行的排序,不太一样。 就是,除了这个法轮功呢,大概是在,法轮功这个队伍,法轮大法这个队伍在第五,第四,第五,比较前面。 乌克兰,乌克兰这个这个游行队伍呢,在第十左右,第十个位。 这个相比那个台湾呢,大概在这个十八位到二十位这个之间。 台湾,那个,台湾,那个,台湾列斯,一个美国,这个呢,一个队伍。 比以前的人要多一点。 最后呢,大概在二十,二十,二十八岁,就是中间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华人呢,就是华府的这个,大华府的华人,在华盛顿华人协会。 就是原來華人協會搞的 這個樣子就是大陸的 中國大陸的遊行隊伍 最典型的隊伍就是羅虎 三北的羅虎隊 幾乎每年都是羅虎隊 最後是一個印度 中國以後是越南 越南在美國的爬橋 然後是印度在最後 最後還有一個武功 好像是韓國人的 韓國人的節目 南韓的節目 包括一些台積牆 因為南韓的旗子就是台積 都有台積牆講的一些武功 這個回來這個路上我就路過了 那個 川普那個 國際大廈 在那裡我就想了 他們也都在看 這個七一的遊行 美國啊 昨天這個日子 坐地鐵裡的很多人 大家要情不自禁地自覺地去 到那兒去觀看這個遊行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生日 過這些獨立日 我是每年都去的 我是每年都去的 有兩個 有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都去的 一個是清靈節的時候 我要去 DC的羅斯福的 Memorial 就是 布蘭克林羅斯福的Memorial 還有林肯的Memorial 昨天有個車 就是 有兩個 有兩個 美國總統的肖像 一個是 華盛頓 華盛頓 穿了個江軍服 另外一個就是林肯 他挽救了個子 他挽救了美國 贏得了那個 北部 南北戰爭 這個兩個 這個 還有呢 這個 其他的 就不太重要了 我有這麼一個印象 美國呢 突出了一個什麼 With the people 就是我們是人民 我們人民 所以 美國和 中國和俄國不一樣的 國慶節呢 不躍兵 這是象徵性的 出來一下 代表了一個 三軍 其他各個學校啊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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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啊 民間團體 來慶祝這個 人民自己的決任 人民獨立 我就想起來那個 那個 布拉里斯州的那個 州長給我寫的 那個信的開潮 第一個 三個字叫 Laborate freedom independence 就是 就是說 人呢 就是在美國來 一個是要解放 Laborate 一個是 自由 第三個 independence 但是這個 前提是 constitution 昨天呢 我們走在這個 從第七街走 沿著 constitution Avenue 就是 憲法大道 這個 這個 這個遊行隊伍 都沿著憲法大道在走 這個我就想 我就想這個 這個 這個構思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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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頃 這個 這個 他 的 憲法 大道 就 這個 就 フ shout 對 ه 過 我 看過 這個 我 我 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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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以前沒有的 就是烏克蘭的遊行隊伍 烏克蘭的遊行隊伍 這些人我以前都看見 都和俄羅斯人是沒有差別的 就像中國人看 臺灣人和大陸人沒有看不出來任何差別 那麼 我們這個俄羅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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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有很多俄羅斯講俄語的人 我聽著他們講俄語 我也不知道是烏克蘭語還是俄語 我就有時候跟他們講幾句俄語 講幾句俄語就可以拉近我們距離 但我現在想 美國的俄羅斯人從來沒有參加過遊行 美國的遊行 烏克蘭的參加遊行 這個說明這個 在美國的烏克蘭人是比較多的 那麼 現在在俄羅斯在打仗 美國應該是對烏克蘭的移民是持開放牌的 所以現在 另外一個對臺灣的移民也是持開放牌的 這是美國的 一個是國內法 國內法它是有優先的 特別是強調了 美國現在做一些戰略不好的 我覺得在昨天想的時候 我就想到這點 美國現在確實在考慮到臺灣問題的 下一步應該是怎麼樣從臺灣戰爭 烏克蘭戰爭當中打出來了 大家雖然看著現在正在 俄羅斯和烏克蘭正在打仗 但是 我覺得拜登 最重要的 要考慮的應該是 如何結束俄羅斯這個衝突 另外一個呢 在采海呢 如何面對大陸這個非戰爭軍事行動 就是解放臺灣這個行動 盡早做準備 該做的 該撤的就提前撤 我覺得美國應該是叫做預測 但是就是說預測的話 這個預測的步驟就是收集資料 選擇方法 確定結果和預測 包括了 因為預測是為決策服務的 我們現在預期 就是我們經濟學上講的是預期 這個預期呢 臺灣 現在情況已經形勢明朗 我在 我在給這個 我在給這個白宮 這個拜登政府 和這個奧巴馬 米歇爾 我在保持著聯繫 同時呢 我也和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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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川普 也有 現在聯繫比較少 但是也 我也在每個月都在交著這個 公共黨的反對 有39塊錢 因為我是以各 美國 等一下我再講 美國 中國 俄羅斯 對誰 這三個國家有一個 這三大國呢 有一個不同的設計 我們呢 老百姓 一個這個總統的公民也好 一個 一個關心政策的這個法案也好 美國這個歷史就講 with the people 還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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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可以說 憲法是民主的最高的指導原則 你看這個陸基選 陸基啊 美國陸基的一百道庭 第一道庭 美國的民主精神是什麼 我想大家說很多覺得 這個說這個民主就是自由 這個不是 自由是有 憲法賦予你的自由 還是你的自由 憲法沒有賦予你的自由 就不是你的自由 正像啊 政府一樣 政府是一個有限的政府 政府 憲法賦予你政府是什麼權利 政府沒有賦予你的 憲法沒有賦予你的權利 又不是你的權利 比如說 憲法沒有賦予美國支持台獨這個權利 因為美中是國家關係 建交三個聯合公報 包括可能在拜登那個 還會簽訂第四個聯合公報 就是關於台灣問題 這個和平解放的問題 也就是棄台保核中的問題 要說棄台保核中呢 就保 就維護 這個美 美國和中國這個T2 idea的 維持結構的這個關係 我這個後面再講 那麼昨天我就想了 第一個 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在美國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 最正動力 這是第一個 當然了 我們說的領袖 在中國來講 都講的是 從一個國家整形的黨 是引導 人民 創造歷史的 民進力量 那麼 美國這點的不同就在於 總統是不可靠的 因為總統的權力 所以說 它要經過那個國會來審某 因為它要遵守國內 外交上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代表中國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 這個 這個國家定位 承認什麼呢 台灣 是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核心領域 這個問題 美國很清楚啊 很厲害 所以中國人呢 以為這個台灣關係法 就不是 台灣關係法 是國會批准的 是國內的人民的內政關係 因此呢 在知道台灣要 對中國所 非戰爭軍事行動 現在就是內戰進行什麼 現在中國的戰爭狀態 和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狀態 是一樣的 只不過中國來講呢 嘴上講的是和平 統一 一國兩制 台灣版的一國兩制 你不聽不懂 你還以為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呢 維持現狀就是維持間不獨 不獨不統不母這個現狀 這個現狀就是統一的現狀 國家主權是統一在中華人民國這個 這個聯合國有三個結構 四個結構 四個結構 第一層是國家的承認 國家的承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在聯合國注釋的 唯一合法的這個國家 第二個層次是政府的層次 政府的層次呢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的 合法的代表 法人政府 第三個層次 是人民內部的層次 第三個層次 現在是兩岸啊 中國正在進行戰戰 那個叫 Civil War 仍未結束 從來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 打了七十多年的內戰 到現在還沒有結束 所以現在第三個層次就是內戰狀態 內戰狀態 內戰狀態首先要分清 誰是我們的朋友 誰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必須要團結真正的朋友 朋友 你對付真正的敵人 小成功靠朋友 大成功靠敵人 更大的成功 是戰勝制度 超越制度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這樣 沒有遠慮 又有幾乎 美國的政府呢 一般都是考慮著四屆 四年一屆 四年換一屆 就比較短次 那對長久的來講呢 就是靠這個 制定憲法 除了抗制接受制度 還有國內法 國內法來講 有的時候會衝擊到憲法 也會衝擊到 衝擊到第一個國際法 因為美國才認為它是 那個什麼老大 那個霸權 它往往用國內法來衝擊國際法 衝擊別的國家的憲法 別的國家的主權 這個就是美國的霸權 主義 那麼我們 這個 這個要 要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要有一定的實力 沒有實力啊 你就 這個就是 這個 靠實力 美國 就要靠實力 你沒有實力 你就沒有反應權 對吧 那個國際舞台上就是這樣的 對吧 烏克蘭也好 烏克蘭也好 台灣也好 就是代理人的戰爭 你現在 一部在美國 一部 一部在美國 我不管你叫存名利 但是你是一部 在美國這個體制 這個 共同價值觀 這個 這個 這個結構之下 這是第三層 第三層 第四層 所以 那麼現在 定屋層 就民間啊 科技發展的 社會生活啊 這些社會啊 這樣子 這個層次 所以這個 我們把這個情況 搞清楚 然後我們逐一地分析 我覺得呢 我呢 我也在因為契怒 我往往也在回憶我的往事 我覺得最深刻的時候 我們十四歲 在本京 我十六歲 我附近就讓我自己坐火車 到長山去見我阿公 因為我阿公在那裡 是長山機車輛廠的總工程師 然後呢 後來她的女婿呢 就是我李春琳的姨父呢 她是後來的總工程師 後來又先在長山機車輛廠 這個部長長 她是一個負責人 她的房子在封鎊 封鎊小區 那個山小區 然後有兩套房子 所以這個長長的房子就很大 這是我們家 我的外公呢 我台灣那個外公呢 是 海北中山機車輛廠的 工程師 我不知道是不是總工程師到平定 但她有八個孩子 那這八個孩子來講呢 我母親是老二 是女孩當中的老大 是女孩當中的老大 她那個我去 我這個八姨呢 就是 叫理會 現在在美國的哈佛大學 這個教中文 我的姨父呢 叫張光直 她姨父叫張光直 她姨父叫張光直 是台南人 是關於考古 原理學的考古 她對這個 美中關系啊 歷史的淵源啊 經過考古 發現了很多 中國和美國的一些文化的東西 她也寫了一本 聽叫做夏桑州的一些歷史 所以這個 在這個 在明迪安的歷史啊 和美國這個 寫前文化 這個歷史呢 做了一些鋪墊 在明迪安的 是一個 是一個 這個在這方面 是個全美人士 帶著歷史的 美國的歷史 伊吉安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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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發言權的人之一 而我們呢 現在 我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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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這個 是不是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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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這個 它 阿公呢 唐山那個阿公呢 叫李華 他是帝裏 那時候叫廣東人呢 他們現在以一治華 就以一治以華治華 就是廣東人呢 他開放比較早 就廣東人 利用廣東人來治理 就是先進嘛 就治理北方人 當時中國的文化呢 這個移民文化就不這麼一個文化 我想著呢 我現在呢 在這個時間呢 我檢查了我自己有沒有 有沒有做過火的地方 嗯 原來我那個 啊 不 我講了有點邏輯 稍微 因為我剛才講到戴粉丁 戴粉丁要講的什麼呢 我父親那個十四歲的 我離家出 我父親把我趕出家門 我十四歲可能有點逆反心 嗯 逆反心裡呢 大家 我不知道我有什麼逆反心啊 只是我覺得我父親說 我不聽話 就總頂嘴 總頂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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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把我趕出去 我姑姑那人啊 他曾經做過那個 解放後的那個 廣州的公安局的那個審判官 他非常嚴苛的 他另外他在北京呢 後來他從那個公安局退伍 退伍以後呢 就忽然感應到地方上就交中文 中文呢 他的這個這個文字啊 咬文交字 同時他也 所有老師都特別反對這個 就叫學論 學論就得絕對 絕對無從 所以我有時候一降嘴 一頂嘴 他就非常的不高興 然後幾次之後呢 他說我判一切 就把我趕出家門 那時候我住在廠房 那個三三四西大街十九號 馬上我就在北京的火車站 那個同學家 那個老師家 我都住著 十四歲 留一個街頭 但是我還在 學校裡面呢 白天上課 他是學校的 初二五班的那個 中類主席 就是說 現在來講呢 那一段生活呢 對我來講是一個摩內 後來我這個 那個放卡又丟到 放卡又丟失了 那生活叫積寒交迫 那大家都不知道 我父親來過兩次 第二次是給我回去 我記得 曾經班農有一次呢 就是快要 61年來的時候 那時候出來的待會比較嚴重了 結果我帶著胡蘿蔔 我一帶著胡蘿蔔 所以我帶著一些胡蘿蔔 但是我覺得 那個時候吃飯也不太會吃 反正就是 給我留下來 就說我這個 留了街頭這個問題 就跟我說了兩句話 一個叫做委屈求全 第二個叫做乾隆烏用 一句話 我某某呼呼的聽得懂 第二句話我聽不懂 我以為呢 就是這樣子的 哭哭吧 不要去降低潛能烏用 又不要去降低 我就這麼一開始理解 是這麼一個意思 它慢慢後來大了 我才 慢慢慢慢理解這個 潛能烏用這個 非常 潛能烏用這個 非常 潛能烏用 就是一個急急時刻準備的 現代理解的時刻準備的 你不要去表現自己 你有意見你也不要表現出來 你不表現 不等於你在適當的時候再去表現 這叫 在適當的時候說出你要說的話 而不是在頂著說 這個它複雜了 我在十四歲的時候不理解這個事情 後來慢慢慢慢生活了七十年 十四 現在六十年以後 你不要體會就是潛能烏用 現在就有比較深深的了解 我現在認為我自己呢 你是 不要完全的 你完全的一心一念 非要表現自己 但是要表現自己 這就是我 現在我的一個處境 我現在來講呢 講的這些出謀話設也好 給二十大先機先設也好 幫了拜登 拜登出這個T2這個Idea也好 這個棄台俄中的政策也好 給奧巴馬提出一個那個那個 拼經濟 懶人才 建齊工 還有一個民核社會 民心社會 民力社會 我這次給奧巴馬 那個特朗普這個時代提出來的 一個政策的建議 給奧巴馬提出一個建議的 新美國人 新美國社會 新美國城市 新美國形象 然後就是講的那個 還有一個辦特區 所以我跟這個 這個時候在2008年到2016年 這個時候是我和奧巴馬交流一個主題 奧巴馬給我一個最大的回報呢 就是 提名我為總統的公民 這個對我來講 這個對我來講 就是2010年1月20號 這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就是對我一個最大的公民 也是一個我的美國夢想 沒有正式的 沒有正式的去發出公司來 或者幹什麼 通知我 我真的沒有去受 去到哪兒去參加宣誓 但是已經提名我 我做這個 我就網上 這個 網路上 給我的郵件當中提名 我覺得 一個總統 還有一個的第一夫人 能夠給我這麼選 我相信他 我覺得 這個就知道了 遇到貴人 一個人生當中啊 難得於自己 能夠有貴人相助 能使我的 這個 一個是 使我的積極性啊 對美洲的積極性 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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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呢 有一個很大的激發 激勵 也使我能夠做得更好 就能做得更 所以我很感謝 這8年當中呢 我很感謝特朗普 或者說特朗普 就是感謝奧法馬 和第一夫人李希爾奧法馬 我看他們的所作所為呢 也充滿了正能力 對美國來講也是 但是呢 他們不太懂經濟 就是搞美國的經濟啊 搞改 這個像那個 搞改革發展經濟這個 這個不太懂 因為他們的律師啊 出身 他們不太懂這個 經濟規律啊 那 雖然這個 處理這個 制造一些這個 中國的崛起 但是不知道 因為 中國的 遏制中國的崛起 要用美國來 根本的原因 要發展美國的生產力啊 你要提升美國的生產力啊 這個就叫做 什麼呢 又走了美國的一個老套路 又遏制中國 那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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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在遏制中國和支持中國當中呢 奧巴馬呢 就很很糾結 這個叫做 應許之地 所以 奧巴馬的政策 奧巴馬曾經提出寄託這個概念啊 那時候和胡錦濤在提出這個概念 而胡錦濤呢 又不敢接受這個事實 因為不願意承擔這個抄襲兩個寄託 然後 季徒呢 就成了蘇聯那樣的一個季徒超級大國了 所以 胡錦濤這個人是內向守成的這麼一個 一個國家組織 所以呢 又保持著這個 又遵循這個鄧小平那個期徒韜光養晦 這個呢 從江澤民時代這個 一貫流傳下的這個概念 到胡錦濤的時候 這個一直都在韜光養晦這個 守成 委屈求全 守成 包括那個南斯拉夫那個大資本事件也好 包括那個飛機撞機事件也好 基本上來講 胡錦濤那個情況 科學發展們就是一個守成 我有這麼 昨天我有這麼一個感覺 後來要回去 我總在那裡回來 句子說我是坐地鐵 後來我那個老年卡丟了 在那裡拍照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 後來那個老年卡丟了 我就是他們就坐著公交車回來 我叫他們回來 回來的時候大概兩年鐘走 大概回來有兩半五點 將近五點了我才回來 因為沒有公交車了 我叫俄烏呢 我叫俄羅斯拉夫民族 有一個特點 就我個人感覺 愛勝尊敏 意志堅強的戰鬥民族 我給烏克蘭和俄羅斯拉都這麼評價 因為這兩個民族 本是陳文生 相親和太極 中國呢 中國呢是什麼呢 我感覺中國是一個 巴克蘭 委屈求全 自強不息的大和民族 為什麼大和本來是日本呢 我覺得中國是現在搞這個 一帶一路啊 人類命運共同體啊 人類命運共同體啊 這都是大和的意義 還有以德報冤啊 以資報報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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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大和的這些 儒家的文化 中國 包括 特別是現在習近平 在裁判問題上 免得是 委屈求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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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和和民族 這個 優柔寡乱 然後呢 自強不息 以為自己強了 中華民族就崛起了 你台灣不解放 你中華民族 崛起 就是一句空話 所以這句話 我就慢慢再提啊 我後來就慢慢有 十二十三個陷阱 中國這個十三個陷阱 我昨天回去又總結 我以為人類又總結 我以為人類又總結 美國是什麼樣一個民族 我昨天我就想 美國這個民族 我怎麼給它幹的 中國人的人 在眼裡是美國 是一個 立心求真 個性 張揚 的一個創新民族 創新民族 創新民族 因為美國呀 第一個 凡人皆有過 對不對 總統也是凡人 在中國不是 中國來講呢 尊全神獸 就是把 黃帝呢 都把自己的 看成是一個神的師父 老天爺 害了的師父 而不看成是人民的 這個 雖然也看成是人民的 但是這個 最終歸接到 自己的權力 把自己的權力看得 非常重要 把自己的意願 軍術 一年 軍術一年 司馬難追 法律 他說的話就是法律 習近平說的話就是法律 習近平說 一國兩制 台灣法案 那麼台灣問題的解決 一定要一國兩制 這樣解決 而一定要和平統一 沒有統一得了 那我也是要這麼堅持 我現在為了這個 我連任 我也要堅持這個觀點 就是 我 因為我不改口 所以呢 這個叫守成 我善死戰鬆 我說一國兩制 就 鄧小平說一國兩制 那我就一國兩制 這是個創新 我香港人可以證明 那麼 澳門也可以證明 那麼台灣我也來證明 就把這個概念 就變成了一種 非此即彼 我只有一國兩制 就是和平統一 而沒有其他的 能夠方法 能夠解決台灣問題 你有其他方 我都要變成是 和平統一國兩制 這個叫做 中國呢叫 軍主之國 任你越之時 大家都看得到 這個什麼 然後呢 又為之詞 這個有很多 反面 這個像有正面意見 有反面意見 有巫統意見 有什麼 包括那些 那叫陳文祥 軍政力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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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 不用無統 那個什麼 我們這個發展 是最重要的 你這不惜代價 不惜一戰量 不惜代價 是怎麼樣 你首先要解決台灣問題 由現在 一切的一切 時間 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所以 而我們呢 把一個 一個權力 看出自己的權力的時候 看出自己 必須完成的使命的時候 看出自己 只有自己 才能完成這個使命的時候 那麼這個權力就一發 就產生了腐敗 所以我這個問題呢 我要站在一個 站在一個 辯政維武主義的觀點上 我為什麼這麼來講呢 我要堅持 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基礎上 更上一層樓 要超越鄧小平的理論 超越江澤民 那個 那個 江八點 超越胡錦濤的五點 超越習近平的那個 那個 和平統一 那個 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的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個就 升高概率 這個時候 能升 但是你有一句話呢 中國 中國的一句話呢 知道 君君臣臣 不復之國 不能夠有 這個就危險了 君子 就是 中日前 前 中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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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要提高警惕了 就有危險了 我這樣的做法 就有危險了 我為什麼要堅持提呢 因為 現在 一切一切都是 時間是最重要的 時機是最重要的 因為 習近平有這麼一個 保守的一個 守城的這麼一個 連任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思想 也是一個包袱 因為他有一個 這麼一句 前輩說過這麼一些話 一些承諾 要和平統一 還有說一個 和平裁 裁判的一個 一個什麼 是個好政策 要裁判一個 一國兩制 在裁判 是個好政策 這個事情 他不承認自己的錯了 所以說 習近平呢 這個時候 要想認識自己的錯 那是 比戰勝 敵人還要難 比戰勝美國還要難 這叫什麼呢 小成功靠朋友 大成功靠敵人 最大的成功 更大的成功 是戰勝自己 自己是最大的敵人 自己的 昨日之非 昨日之世 今日之非 這個坎過不去 習非成事 習二胡查 不知道自己 犯了哪個 行為上天錯了 自己有意的也好 無意的也好 這叫君子之過 因為 只有習近平 超越自己 習近平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和平統一共兩制 這個 這個 台灣方案 這種 挖地兒潮 這是鄧小平的 這個 這個 在漫長時間的 時間來解決 那個 而且沒有限期的 這個就是違反 這個黨的 這個 那個 黨的生活 這個制度 為什麽黨內生活的一個制度 本來 它自己丟審的 憲法嘛 憲法就是兩任 不能超過兩任 你要破壞 它明天破壞這個制度 你要來堅持這個 它有個使命感 對的 你使命感 犧牲精神 下定決心 不怕犧牲 排除了難去爭取勝利 但是你要遵守自由 任何個人 你包括 包括國家主題 軍美主題 你政府不能解決問題 就是你政府的問題 就是政策的問題 一國兩制 鄧小平就說了 我在20年前給鄧小平解決 關鍵的問題 你沒有解決好台灣的問題 台灣的本質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 就是代表中國 這麽一個本質 台灣這個是一個概念不清 我們說 首先 我們這個毛澤東時代 我就從這個 從這個 西民主主義論 到這個 憲法 憲法制定 82年憲法制定 我還有鄧六條 江八點 胡錦五條 還有這個 習近平是在席二不查 席二七 然後呢 就是 2019年 習近平城市 現在的問題 你知道 一切零件 時間是最重要的 基因 這個問題 怎麼樣 然後就是建築 我這個的 從我這個的 我是配合 我是配合 我們作為一般的黨內同志來講 我們下級普通上 我們只有一個天氣 一個配合的作用 你沒有這些大家的支持 你或者你在理論上自己的 看不到自己 就是高東下亮 你現在你看不到自己去的 我們就給你提出來 過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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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你聽也好 你不聽好 時間是一點一滴 一分一秒的在浪費 時間就是生命 這個 就叫做什麼 這個 就是那個 林日環說的 這個 要在上面 現在呢 旦行好事 若問前程 當權的政治家 國家主席 由於他所處的位子 所掌握的權力 是可以做很多好事的 實事的 一念之殺 舉手之勞 就可以解民於道權 為人民 謀起更多的利益 為國家統一做出很大的貢獻 人生是有限的 政治家和習近平 國家主席 當權的時間也是有限的 這個制度在那裡擺著 所以 要利用自己現在的條件 抓住時間 為國家統一 為人民 為人類 多做一些好事 多做一些實事 這個是 李日環在斯里蘭卡 講的這麼一句話 李日環在斯里蘭卡 李日環在斯里蘭卡 講的這麼一句話 李日環在斯里蘭卡 我在這裡呢 我因為列了這麼 每個我們黨的這個 每一個段時間 每一個人都辦得過 這是九大政治陷阱 這是九大政治陷阱 這自己啊 我們黨辦的這個 行人上學的錯誤 這個很大的一部分關係 就是關係到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國家的定位 定性 沒有搞清楚 就是概念不清嘛 所以對這個 然後由概念不清呢 就是判斷不清楚 然後呢 就決策當中 就影響了決策 就是認知的不清 引起的概念不清 概念的劃分呢 我們就把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中華民國這個概念 兩個概念 劃分一下 按照憲法來說吧 1940年 毛澤東發表了 《新民主主義論》 講了叫做 《新中國》就是 民不其實的中華民國 然後呢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新民主主義 我們要建的就是 就是新民主主義 而不是三民主義 新民主義呢 就是 這個就是 新民主義有這麼一句話呢 民國隨舊 其命為新 一句話 我們要建的是 新民主主義 中華民國雖然是個舊方 但是它的命運 它的國家的命運 是 沒新的 主日新 日日新 新有新 就是說 中華民國這個名稱 它儘管單 也講 那個孫中山創立的 要 袁世凱啊 那個什麼 那個 經歷了這麼多 在這裡 這個50年 經歷了這麼多 變遷 把這個中華民國的 這個名稱搞得 這個 面貌全非 但是 它有一個 一個 一個結構 這個國家的結構 什麼結構呢 領土主權 領土的完整 是中華民國 這個是 我們現在在聯合國註冊的 這個領土 中國的領土 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你不能夠 討論中華民國 第二個 中國的這個 這個政府 是共和制的政府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的就是 本質 就是走向共和 就是有一個 有個電影叫做 走向共和 就是法制國家 不是人制國家 如果我們搞中生制 就是搞人制國家 就是把自己個人 超越的法律 就是違反了這個 共和制度 共和是跟 跟人民共和 跟各民多黨共和 而不是我強調 我自己一個人 就可以代表 中國共和黨 八千萬黨人 而我一個人 就能代表 這個國家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這個 這個黨領導的 民主黨的 愛國統一陣線 這個話 這叫 抗農有毀 有毀 這個話過了 你現在是九五之尊 習近平現在九五在 你說話 是可以 一手折天的 你說這個連累 就可以連累 你讓下面去辦就是了 套牢這個順 但是你這個呢 人民是看得清楚的 君子 人民叫 人皆見職 君子之國 人皆見職 儘管有很多人 在說假話 你做了很多 這個政績 你應該連任 但是這種歌功聖子的話 是圍著自己 達到自己 一些 滑動取寵的目的 也是圍著 幫助你 度過這個 度過這個 這個違憲的 但是 但是 黨有規定 黨有黨規 國有國法 是吧 這個 終身制 就是搞個人 個人那個 就是 個人 人 個人超越黨 就是搞什麼 把自己 做成一個 一個特殊的人 特殊的人 就是 做神 造神 我們黨 一貫有這種造 成了黨 黨是領導一切的 維護核心的利益 王滬寧 做 從他上海以來 從上海八家到 他搞的比較論 就是 搞的一個 搞的一個 就是搞的這個 搞的一個 心兒上學 就是 一個中心 一個觀點 一個就是儒家的那個 這個 孔中儒說的那個 那個思想 完全一樣 所以 他在位的 從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 一直在打著 這個 上層建築 他一直在打著 這個理論的 所以理論上 一直沒有突破 我是從2005年 就給江澤民寫信 一直突破這個事情 而我的回信 包括重慶東國 貢獻家園 這個理論 過海族群 跟什麼 這些建議 都提了 因為 因為 因為江澤民 在 王滬寧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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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 和中國社會主義的 革命事件相結合的 鄧小平理論 能夠解決中國革命的 前途和命運問題 而沒有其他的理論 這個 這個 這個話說起來很長 就是兩句話 只有鄧小平 解決中國的 國家統一 建設問題 或者是那個 台灣問題 這個 這個就是 無疑 這個就是 王滬寧的 一個理論的 一個 形而上學理論 維新理論 一個概念的核心 錯就錯在這兒 錯就錯在這兒 你自己這種 主觀的判斷 這個 書類 這麼一個 給全黨灌輸 這個 要相信 相信 鄧小平 語論 我們就 像是 毛澤東一樣 再崇拜 一個新的 鄧小平 理論 然後每一屆 要崇拜一個新的核心 就好像把這個核心 就一定 他就是堅持 漢被鄧小平理論 和毛澤東思想的路線 這麼一個 一個 一個代表人物 就是 傳教士 同一主教 每一屆 都如此 所以 第一個陷阱 就是 新民主義論 是誰把這個 新民主義論 這個 否定呢 是毛澤東 自己把自己否定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本來就是 就是 在1945年 董必武 代表中共 去參加了 聯合國憲章 簽字大會 蔣介石 發了一個 簽署的 一個 那個 委任狀 就是委任 那個 董必武 為中華民國的 簽字 聯合國憲章 簽字大會的 實人代表之一 這個 這個決定 讓國共兩黨 一起來參加 這個決定 是羅斯國做出的 這個促成的 這個羅斯國在 在二代 在 建立 聯合國這個 這個組織的時候 起的一個 在這裡起的一個 決定性的 電機性的 開拓性的 創新性的 一個 一個 所以我們 應該 應該 這個 尊敬 和 重慶的 心情吧 尊敬這個 羅斯福總統 這個 我不是說 因為我 不停的 在羅斯福去世以後 做這個使命 而我感覺到 越學習 到了美國來之後 我覺得這個羅斯福 建立這個 聯合國這個制度 是一個 百年大計 我不知道以後 中國會不會 再去 另搞一套 聯合國的 這個 對章 或者是 命運共同體的 對章 但是我知道 在這一百年內 現在七十年了 聯合國還是 這麼一個工具 我們 必須拿取 聯合國的工具 所以 在我這個 T2 這個概念當中 聯合國的 規矩 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的 決議 聯合國這一套 宗旨 支持我們的 最高 T2的最高級 各個國家 必須遵守的 一個規則 就像 每一個國家 都要遵守 一個憲法一樣 制定一個憲法 憲法呢 是超越你的 一個國家的利益 它是符合整體國家的利益 是國家 與國家之間的 一個行為 選擇 對 如果一個 我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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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倫就講了 這個時候講了 這個 如果我們 一個國家 超級大國 一個大國 或者一少數國家 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片面地去解釋 聯合國的憲章 或者修改 或者改變這個 基本的 這個概念 那它就是 對於這個 創造聯合國這個 這個 這個機制的 這個 所有的人 二次大戰 二次大戰 所有犧牲的人 的一種 背叛 我們這句話 去 就想一想 我們如果是 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奧巴馬也好 我們如果 這個是 這個是 豆了門說的話 他如果 一個國家 或者就是 我們美 美國 仗著 為了美國的利益 或者聯合 G7 G8 或者少數國家的利益 而 違背了聯合國這種 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憲章 這個 聯合國2758 學議 聯合國憲章是什麼 二 racing52年 二 racing52年 二 racing52 回顧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 憲章的原則 和宗旨 那麽 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是什麽 一個中國 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這就是聯合國的 註冊的中國的國家 和和平發展的一個宗旨 中國就應該 已經得把這個 台灣這個是中國 中華民國的代表 把那個盤踞著臺灣這個組織 臺灣這個戰相回防這種 搞這種分離主義 搞這個國家分裂 分裂中華民國這種 這種的反憲 聯合國憲章的反動行為 應該把它驅逐出去 從聯合國的組織當中 驅逐出去 應該從他們所盤踞佔領的 把中華人民共和代表中華民國的 臺灣領土上驅逐出去 美國應該起到這麼一個 組織當正義 維護聯合國憲章的一個 一個宗旨這麼一個權利 如果我們違背了 這個聯合國憲章 如果違背了聯合國2758局 那麼我們就是對 創造這個制度的 羅斯福 還有那些死去的 這個各個國家的 在二戰當中死去的人民 的一種背叛 所以這就是第一大憲章 叫做中國的國靠的一個憲章 這個概念 這個正在哪裡呢 概念成交 概念能得 募用一個集合 中國 募用中國這個集合 把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募用成三個概念 其實它們都是一個概念 限制不當 限制不當就是什麼呢 定義出落 建制不當是指一個不恰當的 建制 一個中國的原則 就是不恰當的限制 不恰當的限制是什麼呢 中華人民國就是代表中國 實際上只有一個中國 世界上自乎以來就是一個中國 現在你在聯絡國註冊的 就是中華民國 你這個 你把 你把中國一下子擴大 擴大這個蛋糕 擴大什麼這個 那個歷史的中國 歷史中國這個地圖 版圖是有 是變動的 是不確定的呀 為什麼我們不把話說得 說得明明白白的 而且故意在那繞圈呢 以期寇寬使人糟糟呢 這個中國是在哪裡 過去那個大 這個元朝的時候在 那個烏克蘭還是中國的 南斯拉夫這些都中國的 那你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中國的概念 講的哪個時間 哪個時間點 哪個韶代 不一樣 所以一切的一切 都是時間的問題 時間最重要 時間 現在的時間點是什麼 現在就是中華民國 而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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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聯合國憲章這個框架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政府 是第二層的關係 所以你不能用第二層的 去違反上一層的規定 是吧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中國領導人 和美國領導人 你需要搞清楚的 這個叫做憲政 政府的憲政 我第一個叫做國家的憲政 中國 中華民國的國家的陷阱 台灣說中華民國 一個說中華民國 這個判斷中華民國滅亡了 這是蔣介石說的 另外一個 周淑凱說的中華民國 代表退出了聯合國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我不知道啊 這個當時這個1970年 當然那個時候我才 我上山下山我還不具備 這樣的法律身份 1970年周淑凱 在這個聯合國上 中華民國代表退出聯合國 又提出了一個雙重代表權 就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 同時代表聯合國 這個都是對法律概念不清楚 對國家主權這個概念 國家這個承認的概念 國家認同的概念這個不清楚 不清楚 概念模糊 概念混淆 定義錯誤 然後呢 這個問題就引起了 引起了我們呢 判斷錯誤 正是因為現在 到至今為止 現在聯合國當中 注射的中國的名稱 還是中華民國 所以呢 就變成了 中華民國 這個這個台灣呢 又又 周淑凱 那個大使叫周淑凱 他說退出聯合國了 現在要重返聯合國 聯合國 這叫重返聯合國 這個什麼意思呢 聯合國現在 中華民國本身就在聯合國 本身就是中華民 就是 這個 就是 就是 中國的 國民 就是國家的承認 所以我們的 所以我們的 毛澤東也好 鄧小平也好 就是這個時候就上了蔣介石 說這個這個這個 蔣介石也好 看台灣那些政治上面本來就不懂得政治的 或者就是說就像蔡英文這樣 在政治學上是假文明 文憑造假 現在中華民國也在造假 他們造了一個 自己以為自己就是中華民國 現在不對了 台灣關係法當中 美國台灣關係法當中 美國台灣關係法 講得很清楚 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中華民國 就是承認中華民國 就是承認中華民國 是中國的名稱 那麼以後呢 還是中華民國嘛 那麼他就造成人民卡 以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 這個又錯了 美國也錯了 在這裡也犯了一個判斷性錯誤 這個什麼叫判斷呢 判斷就是一個事物的論斷 認定一個事物的 到底定位定性 你認定中華民國 是一個中國的國家名稱 這叫定位 定位是什麼 美國中國領導 現在政府的領導人 現在政黨的領導人 國會 人民代表大會 政治協論會 沒有搞清楚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在聯合國的 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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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個國家的判斷 你自己把它認為是兩個中國 把自己又從這裡分離出來 從中華民國當中分離出來 從那另外一個想想 我們這個就是辦了什麼錯誤 辦了形而上決的錯誤 是不是辦了形而上決的錯誤 這就是我說的 中華人民共和政府 辦了一個形而上決的錯誤 辦了一個非此吉利 我就是新中國 你新中國 你沒有完成國家同意 你沒有講革命進行到底 你沒有完成 你就把自己 完全自己就定為一個新中國了 這個來講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領土完整是指著 中華民國的領土完整 這個概念這個判斷應該搞清楚 所以你才有機 你代表中華民國 這個國家主權 你國家法人 你才有必要去 去佔領台灣 是收回台灣的這個這個這個 解放軍這個代表權 鄧小平沒有這個這個和平為 這個就叫做分建制 就像韓信一樣 韓信他要一塊齊國 要山東那個齊國 他占山維亡 這個性質是一樣的 跟著楚國 他要楚河漢戒 江羽他要跟你分建 這個就是 我們為 鄧小平維持的是分建 封建 封建的一個中國 分制的一個中國 分封制的一個中國 分封制的一個中國 在這個什麼呢 在法律上 在國家統一這個問題上 對台灣問題的政策上 他們其中登六點 我在分析這個登六點的時候 他喬喬都不符合這個 國家統一這個主權統一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根子 結果又遺傳 又遺傳 然後一代一代的解釋 越解釋越判斷 這個解釋越差 就是差之毫裏 六裏千裏 一開始這個錯誤 是從 毛澤東 建國的時候 這個留下的 這麼一個 一個 一流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以後的一流問題 就是 不承認中華民國這個 一流問題 這個一流問題 差之毫裏 六裏千裏 到現在 問題就更嚴重 在數學上來講 這個 千裏之體毀於 一穴 這個一穴 就是這個 概念上 這個 中國 中華民國這個概念上的 一穴 一穴 然後就變成了 很多地方的 直接判斷 就判斷了 一系列的判斷錯誤 在治黨治國 這個問題上 我們在組織上 是 一流的 理論上 也是很 很先進的 但是 細節 常在 魔鬼 常在細節裡 就法律概念 對中華民國這個概念 不清楚 所以呢 判斷呢 又分成幾類 因為事物都在發展變化 你既然留下這麼一個 中華民國這個理念 毛澤東後悔的 最後 最後一生後悔的事情是什麼 改了國號 承認改了國號 沒有 國號沒有改變 就是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沒變 而你是 改變的是你自己把國號 中華民國給改了 所以 誰能超越毛澤東呢 這改革 誰能糾纏毛澤東改這個 改革號的這個錯誤呢 你共產黨估計改革 誰能 誰能 如果別的人外力來打破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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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這個 改革號這個錯誤 那叫做 什麼呢 那個叫做 那個叫 食物 人家把你侵略了 給你推翻了什麼 你自己內部去改革 這叫 新生 像 雞蛋一樣 你如果 別人依靠 美國 依靠其他的 或者是 台灣的 反共大陸 這個 這個 你內部 去打 打破這個 這個這個 只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唯一國家 這個 只有聯合國是 中華民國的合法代表 這個 同一性 沒搞清晨 所以 堡壘是從內部共和 從內部共和 從內部共和 怎麼來回應 11月 我們就經過70年 懷財 我覺得 我 因為我自己 是一個 中國 中華民國 台灣人 生人 那麼 同時呢 我又是在中國 這個 大陸長大 也是受了 共產黨的教育 新中國的教育 這個 我自始至終都把 推動國家統一 作為我的一個人生的 作為一個醫生大 人生的一個使命 就叫 牢記初心不忘 聖 聖中如死 到二十六歲 我為什麼呢 我十五歲的時候 十五歲 申請入傳 我經過了三次 傳職部的 批訊又打下來 批訊又退回 批訊又退回 直到一九六五年 才五月四號才批訊我入傳 然後一九六五年十八歲 七月一號 一月六二十八 我就寫了 入傳聖中 因為說 我想這麼算 一個弄傳那麼一個手 都要經過了三番五次 三 就半來不去 對吧 那麼你 玩入傳要不知道要幾十年了 對不對 起碼要三十年吧 後來 從十八歲 1965年到1981年 這麼長時間 有農村的 經過農村 農村的黨支部 希望我培養我入黨 我沒去 我沒 我回結了 因為那時候我父親還沒解放 工廠裡 又批到吳入黨 因為又提名我培養我入黨 培養對象 1974年的培養對象 這個時候我贊成的 我父親呢 要解放沒解放 這個時候文化黨的命中 已經 這個 還沒有結束 因為毛澤東還在嘛 那個時候 這個 這個階級鬥爭還在抓 所以我這個時候 感覺到這個事情 自己的渺茫 這個入黨 這個事情渺茫 這個不切實際 我這個台灣生成能夠入黨 那個就是改變了階級路線 改變了階級鬥爭了 我一直是鬥爭對象 我哪能成為一個 這個 我要成為這個 在這種情況下 我能夠成為共產黨員的話 那除非 這個階級路線 你就把這個去掉了 那 結果 我就寫信 這個就是把我 逼上良鄉 逼上良鄉這個行動 當中的第五個意見 就是解放台灣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